大家好 我們今集說說蟬海老 一種非常新鮮 由日本運過來的 然後加上其他的蝦種 做一個用蝦做主題的當飯 最近天氣這麼熱 在家製一個這些當飯 其實都挺爽的 看起來就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就不是真的那麼難 好了 牙對自不宜遲 開始說一下怎樣做 Hello 歡迎收看不熟不熟 我是Alpha 好像很久沒跟大家見面 好像很久沒拍過片 很久沒煮過飯 因為最近小弟都比較忙 很少時間在家裏就專心煮飯 就算煮飯也是一些簡單的東西 今天就非常熱 去到攝氏的35度 所以昨晚就想做一個冷的 冰涼新鮮好吃的食物 這個叫做蝦 就叫了幾隻不同的蝦 回來做不同的調味 就用這個蝦去了一個日式的當飯 經常都當飯 當飯 當飯 所以這次是一個很特別的主角 我們先介紹一下配角 包括這些 這些是普通雪櫃 就是我拆出來的一些苦蝦 急凍的 然後這個已經是做了昆布漬的茅丹蝦 是不是很大隻呢 然後這些叫做糕蝦 非常之幸運 有很多很多的蝦字在下面 就是說可以用它們去做多一點不同的調味 Chiyo Ebi 白蝦 這隻是一些比較大的尺寸 白蝦相對口感上綿滑一點 蝦味比較重一點 但是跟我們其他剛才說的蝦有少許不同 這隻蝦就沒有那麼爽口 但是它麵滑得來就很甜美一下 它的主角這個叫做蝦海魯 蝦海魯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應該會熟悉的 來到的時候是有些木糠包著 就是一些叫做是怎樣說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拖蟹籠 或者是這個叫做琵琶蝦 類似是那樣東西 但是我想說這個食物假如以伊勢海魯價錢計算 它每KG 更貴過一隻的伊勢海魯 即是龍蝦 就是說這一隻其實在日本來說 算是比較貴的蝦種 我們叫做蝦 但是它又不算龍蝦 但是它的味道有像龍蝦 很奇怪的 但是這一隻來到的時候 就是催眠了在未死的新鮮貨 不要動 看到它其實這個位置都是 非常之是龍蝦的結構 而且買回來這個尺寸大約是700多克 都是一斤差不多的 繼續睡覺 我們盡快處理下去 不然我們不能夠出去分開 OK 那我們木糠沖洗之前 就最好先了結 不然它會直接這樣彈 你搞不定 在這個位置 乖 乖 這個位置頸位 切下去 這邊也是 切 OK 然後拔出來 跟龍蝦結構一樣 就可以沖沖一些木糠 我們的頭其實它都還有些肉 我們可以用來做麵豉湯 就不要浪費它 OK 蝦味它都有一點反射動作 小心點不要夾在側邊的隙子上 好 沖一沖它 這樣就去伸一伸直 下面這個位置 剁條纖進去 這樣 煮的時候它就會伸直 然後就到腐蝦 腐蝦這些急凍液解原凍就用得了 也是插著它 出來煮就不會彈 全部都是這樣做法 沒有蝦就刺身 然後這個茅丹蝦的昆布式 之前都有片示範過怎樣做的 所以這次就不特別說了 首先就煮一煮起一個滾水 這次用到一些現成的海魯味道 即是蝦味的達斯 即是出汁 它本身就已經有一些叫做儲備 昆布和一些蝦的味道在裡面 你煮一些水之後 就可以隨即放兩包湯包下去 然後用一個小火去煮三分鐘 然後就拿走湯包就可以了 這次我們的蝦海魯是要它三成熟而已 我們是要去蝦的味道釋放出來 仍然要保留這個刺身的口感 所以是滾起開始就放進去 你看它刺住其實它不屈得很多 當它滾起的時候 就可以關上一個小火 拿一條尾出來 那就隨即浸冰水 就是爽爽爽爽 這樣 蝦就一起放進去 用一個大火做 全部放進去 確保湯是浸得過蝦的 假如大家是用刺身級的 都可以像剛才那個蝦海魯的做法 那就煮它大約是兩分鐘 就拿出來浸冰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煮熟了它之後 就可以把它浸一浸冰水降溫 蝦海魯的頭可以放進去 所以慢慢煮 就轉頭才會攪拌 好 先攪拌蝦 這個是我們的牡丹蝦昆布漬 就漬了大約是三個小時 想說急凍蝦的蝦味就不是特別多 所以昆布漬就叫做給它一些鮮味 吃下去的口感又會好吃些 因為它沒有那麼軟身 昆布吸了多餘的水分 這個就是我們的昆布漬的牡丹蝦 你看到它的蝦身是結實了 那蝦呢 這裡有四隻 有些有紙 有些沒有紙 三隻有紙 一隻沒有紙 那也是啦 撇殼 我們的蝦頭可以留 去到蝦尾的部份 然後就拉它出來 那一拉就會拉一條蝦腸 那就是說就不用特別去那條蝦腸 用個茶匙把它的蝦子掛出來 那蝦子可以選擇積或者不積的 那如果你不積就這樣融 扔進去煮湯 因為頭我們都不會吃的 急凍蝦的蝦膏都不怎麼吃得了 加一半 拿一條腸 把蝦子掛出來 OK 熟蝦都是這樣做的 就一樣 把蝦子掛出來 全部都是這樣做的 蝦海露有幾個不同的處理方法 我們這次用著一半隻 OK 那我們怎麼做呢 你可以剪它 可以閘它 這次我們先用著半隻 我們做法就是好像平時一樣做的 是捉住這個位置 插進去 插爆一隻蝦 插爆一隻蝦 好 裡面就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牠的腸都拔出來 如果我們的蝦是熟了的關係 我們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你想要漂亮一點就可以用一隻羹 沿著一隻羹的位置刮下去 就這樣 好 留意我們蝦海露的殼很硬的 它的殼下面是蝦肉 蝦肉的上面是一層叫做軟殼 這個位置我們要去掉它 這些你摸到的 一粒粒這些 我們的處理方法很簡單 就是出去擺平它 在中間上面頂這個位置就切下去 切到砧板的面就打橫 切一層衣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蝦海露的蝦身 假如你看到有少少衣剩下 你也可以再切 這層衣我們不吃的 很硬 熟這個位置就切下去 試試吃 好味 好像平時切龍蝦那樣 好 去到這個步驟 就是要砌好飯 用你的小宇宙 切一個你認為漂亮的擺盤就可以了 其實處理步驟全部都是剝殼 要不就擠一下它 所以這次其實就不複雜 最麻煩好像就是湯龍蝦 就是湯的一隻蝦海露 假如大家是沒吃過這一隻的蝦海露 可以試一試 因為通常香港賣的那些 90%都是拿去蒸的 始終貨源的問題就很難做此生 有少許蝦肉剩下就放在中間 順便鋪一些三文魚籽 還有一隻是糖心蛋 放在旁邊看上去又漂亮一點 吃的時候又爽一點 好 今次這個飯就組好了 這個以海露為主題的光飯 假如那些蝦子你是不可以擠 就這樣放在蝦上面 其實就這樣吃都很好吃的 最後就灑上少許檸檬皮 至於蝦海露夠高 可以塗少許豉油 用火槍燒一燒 燒香它半熟就可以了 拌在一起和蝦肉吃其實都很棒的 好了 今集這個海露當飯就已經完成 是不是非常英俊 下日炎炎在家製作這個 大家一起吃其實都挺棒的 好了 多謝收看今集的不熟不食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食譜 喜歡的記得要CLS 我們下次見 拜拜